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课堂学知识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点赞 关注及分享 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消除眼带 这样做真的有效吗 相信大家都曾经对这个主题很好奇 也许会无个去寻找一些 什么道具什么方法可以消除眼带 一般我们日常看到就是用药膏 冷敷 热敷 或者是说一些眼部运动等等 这里先跟大家讲解 关于眼带的层次 其实它是在我们的皮肤的相当厚面 就是里面 从表皮到真皮 然后皮下组织隔膜肌肉 这样才会到你的眼带 所以眼带有这么容易被消除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类的方式 就是涂抹类 这里包括了眼霜 药膏 面膜 甚至是水果等等 就是涂抹或者是敷在眼睛上面的 其实它们最多最多就是剩在皮肤表皮上 或者是真皮上 如果你的问题是表皮真皮粗糙的话 透过这涂抹的方式是可以帮助改善肌肤 但如果说要消除藏在后面的眼带来说 其实还是很有限的 第二类就是很常听到的冷敷热敷 因为它是零成本也很方便 是特别受到大家喜欢的 这个原理最主要就是因为温度 它能改变你血管的通透度 因为冰敷能帮助血管缩缩 热敷能帮助血管扩张 比方说你的眼皮周围 我是很疲劳的 或者是很肿胀的情况之下 这个冷敷热敷是可以帮助初步的缓解 一般来说这个做法可以兼换你的不舒服 但是治疗不治本 眼带还是会存在的 第三类就是按摩 除了购买滚轮 可以觉得很舒服的消除眼睛部位的疲惫感之外 也有很多人自己在家DIY 家里的汤匙放进冰厨后 直接用这个突出的地方 轻轻的按在眼睛的周围 这个跟冷敷和热敷的概念是有点相似的 也是主要就是要缓解眼部的不舒服 但是眼带还是没办法实际被消除 当然业界的专业医生都不否认以上的方法 是可以缓解眼部不舒服 或者维持表面眼部肌肤的状态 但是说到眼带 其实多数还是仰赖由于手术或者是医美技术 它可以是动刀 把眼带下面的脂肪给取出来 或者从医美的话 就是以不开刀的方式 利用科技来抚平眼带 当然每个人都有各自各的情况和预论 因此建议大家先找到有兴趣的治疗方式 咨询了解清楚了之后再做定夺 今天你学到东西了吗 我说到东西了呢 我希望你们在那边 你学到这个顶部 我希望你们学到这个顶部 这是下车的顶部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也订阅你